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无所知 黑猫哥建议大家都冷静一下 金发姐先把真相告诉肥鸟 看看情况 也不是非得在这个月 金发姐去坚持这个月 说自己马上要以演员的身份登上游艇 五月就走 三人不得不和肥鸟摊牌 肥鸟听得一脸懵逼 听说整个过程是通过体外收尽完成 肥鸟一脸尬笑 三人配合她一起尬笑 肥鸟和金发姐私聊 她不支持金发姐这次的代孕行为 想要她持了俱乐部的工作和自己一起组建家庭 金发姐却坚持代孕 弟弟问黑猫哥喜欢自己姐姐吗 黑猫哥对她是有好感的 却金发弟不要为难姐姐 关于代孕承担重论的是她 她是最重要的 然后才是孩子 这让弟弟很郁闷 肥鸟问金发姐 那两人给了她多少代孕费 金发姐解释 黑猫哥的父母为每位家庭成员都准备了相间的油画 肥鸟想不通自己在她就干嘛 金发姐说她对自己很重要 拉着她论吻 说黑猫哥是双性恋和同性恋不一样 肥鸟气的推开了她 不许她这么做 金发姐不以为然 这只是代孕手段而已 我们做的时候不会带一丝感情 肥鸟简直又气炸了 金发姐安慰她 黑猫哥很健康 我们也不会发生关系 我们就用一根注射器 弟弟总觉得姐姐今天的话有点奇怪 她还怕姐姐毁了这一切 看日时的时间到了 四人一起戴上眼镜围观 烟幕降临 大家在岸边喝酒 学着音乐摇摆放纵 金发姐醉醺醺的 把黑猫哥拉到一边 弹下聊天 黑猫哥接过他的酒 让你别喝了 弟弟看的有些吃味 肥鸟过来要去看注射器 在篝火旁 拿着注射器看了火 她感叹道 自己有个女儿叫玛雅 和她妈妈一起生活 肥鸟并不反对同性恋 但是担心孩子是个男孩的话 上学会受到歧视 黑猫哥说她就像诺亚 不管发生什么 自己都会去解决 这让肥鸟很不爽 她想让黑猫哥换个女人 黑猫哥却觉得金发姐很完美 又是男友的姐姐 而且在法庭上 她完全没有顺数的可能 肥鸟提醒她 金发姐得了癌症 正说着去剪裁的姐弟 俩嬉笑着回来了 突然打起雷 吓起她抱着 金发姐和肥鸟在车里避雨 肥鸟向她坦白 自己骗黑猫哥 她得了癌症 这让金发姐很郁闷 弟弟和黑猫哥在帐篷里 就受精准备工作时 发现注射器没了 气得去车上问肥鸟 是不是她藏起来了 争吵了一番后 弟弟决定和肥鸟开车 去夜间药店买新的 在车上 弟弟对肥鸟的理解和配合 表示了感谢 到达目的地时 肥鸟告诉她 你姐姐得了癌症 得马上做化疗 并非十个月之后 她的子宫每个月都要做饭疗 弟弟难以置信 内心陷入了挣扎 注射器也没拿 就和肥鸟开车回去了 回去直接告诉两人 要点关门了 姐姐点了根烟 立马被黑猫哥抢过 不让抽 肥鸟看得心里酸酸的 弟弟总算是明白了 你们没有注射器就做了 时间回到现在 黑猫哥的抽屉里 还留着那张 弟弟偷拍的金发姐的照片 但云生下的孩子 已经长大了 金发姐再次离开了 黑猫哥用心抚养这孩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腐质猫的观众大佬们 可以订阅下腐质猫 我们每周四周日更新 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爱你们哟